I'll be wait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sun Seizing tower no one's been before Close the curtains what you're waiting for And I'll be keeping secrets Till I'm in the ground 外面车好像都走完了 现在温度是23.6度还挺凉快的 前辈 起床了吧 赶路冷辆车都走完了 是我们起的完了 现在几点了 11点20分的多已经 不过今天我们算醒的比较早 起来我们赶紧离开新家 昨天晚上他们好多车都是连夜走的 你知道吧 我刚刚看了下头条的疫情地图 目前就青海 宁夏是没有人感染的 然后新疆怎么才是淡色的 新疆现有确诊才一例 都是那些无症状 无症状好多 乌鲁木齐都静默 然后接下来我们想去内蒙古来 内蒙古现有确诊有123例 感觉上 我看一下 哪里能起哪里不能起 我主要集中在乌兰茶布那边的 还有新宁过热 去阿拉萨的话离我们比较近 但是阿拉萨我们之前去过 乌鲁贝尔这边是没有的 这边是可以去 还就是宁夏这边也可以去 宁夏现在还是干干净净的 前辈我现在觉得我们去内蒙还是去宁夏 要么就在一边开 先一边开出那个新疆一边再看一看 宁夏不是去过一些地方 原来是房车去 在宁夏还有一些地方没去过 我个人呢想去内蒙 因为这次去新疆草原没看到 但内蒙你要看草要要去乌鲁贝尔那边 乌鲁贝尔的话 还有2000多公里3000来公里的 我直接打算到乌鲁贝尔大草原 看看有多少公里 三千六百零八公里 三千六百零八公里 今天没有什么太阳 开车比较舒服 不然的话我们一直往这边看 太阳一直对着我们的 萤幕想那是一路向东 有一个粉色的湖就是拍不了 真的很粉的右眼看 嗯 很大一圈 这应该是眼瞼地眼瞼 哎呦没看到粉色的 其他颜色都看到过了 但是我们在高速上 前面有没有那个 金字区或是什么 五公里 五公里有一个服务区 那太远了你肯定飞不到 对 飞是飞得到 真的很好看哎 这个 这个粉色肉眼比手机里拍的要很粉 我刚刚去搜的这个地方 他叫幻彩湖 你看 他说随着天气的变化 会有不同的颜色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种粉 比这个还粉呢 他肯定是有调过色 我觉得 那他不是越调越丑了吗 我现在看到的肉眼比他看的 就是拍的 就是那种 很梦幻的粉色 嗯对啊 哦他这个湖真的 我去看人家 有时候发的就不是粉色 所以他叫幻彩湖吧 嗯 就根据可能光线或者什么样 不同的 那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为什么就是网上没什么热度的感觉 这么粉的湖 对 我待会无人机先飞过去看一下 我这个叫延迟服务器 无人机飞过去可能也就两公里 就能到湖边 无人机从服务区 飞过去还是有点远 我们在跑多的路上 发现这么粉的一个湖 那必须下来打开一下 幻彩湖 就是说他这个粉色其实挺难得的 嗯 他这个湖会变颜色 嗯 那个幻彩湖是不是他会变颜色的 对对对 我看的是粉色的 我才下来的 他现在是粉色 没多元 哦 不要钱 都来看他一转转 嗯 不要钱的 不要钱 哦 他这个颜色是怎么 为什么会变 对啊 你也不知道是吧 我到了昨天去到银子 嗯 我去查我也回 你昨天去的时候 那里是什么颜色的 那个湖 是赤库的 是红色的 嗯 右转十种小路 请小心驾驶 耶 哈哈哈哈 那会不会有另外的路 那个修路的师傅说这里免费 对啊 可以进去的 他说 要么就是车停在这里 昨天还看到那个停车场里面有 就是类似像我们家的房车 可能有别的路吧 因为我们车进不去嘛 然后我只能就无人机飞一下 现在拍一个一堆岩石 我不知道分大不大 如果分不大的话 这个岩石肯定是绝美 你看那颜色 这个没有跳过 也这个是实时的颜色 他就这样子 刚刚有当地人也来这边 就是问我们是干嘛的 我们说旅游的嘛 就高速下来看到这个湖很漂亮 然后他说 这个景区是今天才分的 昨天还能进去的 今天才分 也怪不得那个修路大概跟我们说 他说昨天看到有房车停在这里 也挺好看的 他也去逛了 免费的而且是这样的 因为景区已经封闭了 所以我们只能无人机进去 一探究竟 这个新疆一无的幻彩湖 绝对是我们此次新疆之行的一个意外惊喜 这个湖小众而特别 我很难想象这么美的湖 在网上没啥热度 我相信应该很少有人知道它 接下来我就好好介绍一下这个幻彩湖吧 维吾尔族人称其为图尔库勒 以为静谧的湖 它的神奇之处还在于 它随着天气的变化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晴朗的日子 湖面像大海一样碧蓝 日落时分 晚下映照 绿里透红 当要起风时 湖面呈粉红色 要下雨时 湖面呈紫色 当地莫名有趣地称它为天气预报湖 这次我能看到的湖水呈粉红色真的非常难得 之所以呈粉色 是因为它的湖水中含有一种延伸度式枣 能在含盐量极高的艰难环境中生存 并且体内含有悲壮色素体 在生存条件不佳的情况下 会产生血红素 这导致了湖水呈现出大面积的粉红色 当地温度的差异 会导致延伸度式枣体内的血红素产生变化 高温下的幻彩湖湖水 比低温下的幻彩湖湖水来得更淡些 这就导致了为什么幻彩湖的湖水会不断变色 另外在光照的强度不同的条件下 幻彩湖也会变色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这个幻彩湖了 既然它已经封闭了 我们就不进去了 无人机拍到 真的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 如果我们下次路过这条路 我们还会来这个景点的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粉色 我觉得这个粉色是可遇不可求的 它真的是肉眼可见的粉 肉眼比拍出来还要粉 它这个粉色真的有点梦幻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低焦视频 人家玩低焦的 就低焦里面加了亮片粉的 或者荧光粉 反正那种粉 然后搅合在一起 真的变化莫测 我们这次告诉也是没摆下 反正航拍拍到了 这个湖就算你没有带航拍器 其实这样看也是好看的 是不是 其实低角度更好看 对对对 低角度更好看 旁拍的话拍出来 它这个颜色会有点淡 颜色会更多一点 继续上高速啊 是